这是谁都跑不了 大家好,我是大猛 我痒了 而且我一家三口全痒了 听我的鼻子 多么重的鼻音 鼻塞 我是从上个礼拜三下午开始发烧 今天是礼拜一 现在已经是五天了 这个症状和网上说的症状几乎是一样的 我现在基本已经恢复了差不多 嗓子不疼了 今天嗓子感觉特别舒服 就是还有些鼻塞 而且鼻子发酸 看我的精神状态好多了 但是依然有那么一点点的憔悴 来了,宝贝 我这几天啊 就是什么东西好吃的都没吃 清茶淡粉 这个嘴里真是淡粉鸟来了 二百七 买了一个二十七斤重的牛蝎子 今天咱做个青炖牛蝎子 好好的结液产 顺便啊整点结液产 大刀开剁 哎呀,我感觉这个身体啊力气还是不行 还是没点劲 哎呀,下锅焯水 看着焯出来的血沫打掉啊 焯好了啊,捞出来 再把上面的血沫冲洗干净了 起锅倒油 放葱姜 还有一些锁料 煎炒一下 锁料的香味呢炒出来 加水捞 然后呢,牛蝎子下锅 哎呀,满满的一锅 好,我们给它来点鸡精 再来点盐 哦,哎呀,哎呀,开心了 行了啊,兄弟们,牛鲜子进了咱的大铁锅,炖一个半小时就等出锅啃了 熬出来啊,兄弟们,炖一个半小时,出锅 最近啊,我是真馋入了,来啊,整上一盒 先喝一个 哎呀,哎呀,过瘾 来,啃这个,啃这个脖子这一块 嗯,过瘾,过瘾 但是呢,我能告诉你们一个事吗 我现在,鼻子嗅觉,完全失灵 什么味儿我都闻不见 什么味儿,真的什么味儿,一丁点的味儿都没有 这个味觉呢,嘴里吃的 只有咸淡味儿,哈哈哈哈 没有味道 怎么办呀,我吃不到肉香了 不过嘛,据说啊,过几天就好了啊 不要在意 不要在意 哎呀,嗯 我吃的这个肚子里也感觉就舒服 现在只能凭记忆老虎这个味道 哈哈 哈哈 十块钱一斤的牛蝎子 嗯 它就是里边的肉 就是多 嗯 嗯 嗯 这小酒吧,还能喝出辣味儿的 还是到了嘴里感觉还是辣 这其他味儿没有,哈哈哈哈 哎,这肉我都在这缝里 嗯 融 because 不算做作用 黄发 Luke 程度 Cool cette料理的 我们就 snip了 真的识客 哈哈哈 我们这 Kalau路 来 面对如此美酒佳肴 我竟然食之无味啊 期待 抓紧恢复 也期待小伙伴们也抓紧恢复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吧 下期再见 拜拜